回到這個環節,談談中國709維權律師之一,黃泉璋最新消息 說真的,到現在,各位觀眾和黃泉璋妻子李文足一樣 自從2015年7月9日,黃泉璋被官方拘禁到今天 都沒有看過任何一張黃律師新照片或者圖像,他的生死成為 現在去片,又看看李文足3月11日到法院討過說法的遭遇 早前閃北千億礦權案,卷中離奇失洩,令人關注內地法院的內部管理和保密制度 而被捕維權律師黃泉璋的案件,也懷疑遇到同樣的問題 他太太李文足近日去到法院查詢的時候,法院職員跟她說 電腦系統查不到黃泉璋的案件 李文足星期四上就再次來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控告天津的法院審訊王泉璋案時的違法行為 這次是她丈夫黃泉璋被捕之後的第35次 原本堅信丈夫仍然在生的李文足說,在法院查不到黃泉璋的資料,令她現在很擔心 最困擾,最折磨的一個問題就是,因為一省連她的照片什麼事就沒有出來過 所以很擔心她的安全,可以說我不知道王泉璋現在到底還活不活著,有沒有活著 李文足說,今年兩會期間,當局沒有好像往年那樣限制她和家人的人身自由 她相信是和她這三年紀以來積極為丈夫黃泉璋維權有關 黃泉璋在2015年7月被當局帶走,案件去年12月在天津的法院閉門審理 她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判監四年半,但判決書至今仍然未公開 中國什麼都有,唯獨法院就沒有黃泉璋電腦檔案資料,真的嗎? 首先,中國法院在去年12月秘密審判黃泉璋,顛覆國家政權罪成 判刑四年半,不僅她老婆李文足不准到庭聽審,就連份判決書 李文足說現在她都沒有收過,喂,那又算什麼特色的依法治國呢? 請問一聲你贈習近平先生,其次當家屬再次到法院追查 所得到回覆是,法院電腦系統上查不到黃泉璋的卷宗 咦?這樣說法,是不是荒天下之大謀呀?當今之世,堂堂一個掘起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居然如此醜出國際,究竟想吸習近平添煩添亂,還是司法系統也跌入了無政府狀態呢? 否則,又如何解釋709案一眾的被告人,長期被無理飢壓 當局從不吸出的合法說明,是否代表了中國在習時代奉行文革式的依法治國 依法審理模式,又不理會被告的應有人權 除了反映中國嚴犯和被告的合法權益,完全不獲保障 結合當局莫刻相審訊的做法,絕對違反了國際法的基本人道原則 加上最近有法官自拍影片自保,卻變成被監守制度的事件 真是很難不令民眾擔心,這樣核搞下去 遲早將將國家主席劉少奇鬱死肉中的慘情,終會重演在中國 到時候,是否新的受害人,也是今天呼風喚雨的中南海大官 他照軍替也相同氣,接著又說說拆除遺章建築之風吹到海南省 現在先去片看看 最近一年,多處都爆出違規別墅建築問題,有些別墅開山斬樹 但到最終才發現,開發商根本沒有拿過當局的許可證 其實沒有證的問題經常都有 往往都是媒體將問題曝光之後,當局才有決心去執法 但這樣雷厲風行,不人性化,自然就衍生出一些其他問題 標榜世界一流的海南寧水國貿清水灣國際養生度假區 佔地過萬畝,曾經被列為省級的重點項目 直到去年12月,樓盤廣告還買得如火如荼 售價高達接近兩萬元一平方米 不過自從今年年初,業主就過著被停水斷電的生活 因為零水源政府說項目五證不存 多年來都沒有辦理規劃、建設和施工等許可證 於是在1月12日,下令已經落成的大約2200戶 三天之內要清理好物品,離開現場 目前還有部分業主不願意離開 他們質疑既然當局說過去五年 對發展商海南國貿公司 發出了五次行政處罰決定書 為何還任由樓盤在兩年多之前動工和發售 也有不少業主一心打算在這裡養老 投資不生的積蓄,甚至連原本層樓都賣賣 但很可能無家可貴 除了他們,過去一年 內地官方雷厲風行整治違規建築 例如曾經被國家主席習近平 六次作出批示的巡嶺違法別墅建築 何不今年2月,短短半個月內 也都被揭發三宗違建別墅 他們的共通點都是問題已經發生多年 直到最近先強勢執法 有內地律師擔心 這種好像運動式的打擊行動會帶來反效果 然後都用幾百人的政府人力 當地政府、城管、警察等等 想它也會造成一定的衝突 甚至於社會輿論的覆脈影響 他建議政府應該視乎 不同違建事件的性質 調節所採取的行動 令無辜的人有應得的賠償 看完海南寧水縣過萬某的住宅群 被指違建,要限時拆散 大家會不會覺得為何興建多年 都沒有官員加以理會 這大塊地皮相 完全沒有拿批文就蓋屋 蓋到一個千棟,二千多棟 做法,那些法律責任是歸哪裏 發展商如果有錯 非法建屋又賣光給消費者 還入住賣,一旦說要拆 可以由買屋的人付上全部代價 那間屋沒有了,你拆光了 投資買屋的價錢都化為烏有 那又是否合理呢 寧水縣的政府官員 難道這樣不作為 在他定眼皮底下 任由發展商非法建屋大屋賣出去 那些圍觀的難道繼續安然無事 違法建屋的筆,會由誰先去查? 事件再暴露出 粗放式經濟,危害中國社會之列 而受害者往往遭到二次傷害的殘酷現實 也令人看到,超過二千棟違章房屋 只能建成,根本離不開結構性貪污模式的禍害 灌上勾結 輸送利益成為一種地下產業鏈 以至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苦就苦了些 富上不生積蓄,買房屋的民眾 但是中國購房手續之化學 甚至連一些銀行 連查核物業按揭的盡職審查都形同虛切 看來中國有些地方,或連第三世界都不原 在現代社會,企業並購或集資過程 往往都需要盡職審查 所謂Due Diligence 簡稱DD 相信很多人都聽過這個名字 但好像覺得高深莫測 不止併購或集資要DD 就算銀行處理按揭都不應該忽略DD程序 因為缺乏了精準掌握實際狀況 等到付了錢 生米煮成熟飯 到時就無法反悔了 海南省又再大拆數以千計為見 證明中國有些經濟活動都仍逗留在 刀耕火種的原始階段 甚至有些地方權柄者公然地 take the money and run 嘩,發個豬頭餅吧 我很同意內地各位黃律師建議 政府很應該視乎不同違建事件的性質 就調節所採行 令無辜消費者得到應有補償 當然,但前提一定要政府必須針對違建 除了狂拆之外 亦都要制定第二方案 就是plan B 自得 一怪善年年有 今年中國特別多 各種的受害人自然苦不堪言 但就算局外的圍觀者 你和我 有時真的會看到人都瘋的 好了,今次就和大家講到這裡為止 多謝各位收看,下午再見 Arize You who refuse to be bond slaves Let's stand up and fight for liberty and true democracy A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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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ze